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火拍频道的世界的中国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邦瑞 最近几年 大家尤其是海外的媒体在提起习近平的时候 总喜欢把它形容为想比肩毛泽东 邓小平支流的都已经不在他的眼里 但是今天华尔街日报以及金融时报 两篇重磅的报道 让我感觉我们还是toy on too simple very naive了 为啥 这些报道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 习近平要玩一次大的穿越 连毛他都不一定放在眼里 直接要赶超秦始皇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先来看看华尔街日报 今天看到了一条非常重磅的消息 那就是他们的记者经过实地的调查 发现中国正在他的南部边陲 比如说广西云南这些地方 修建一个新的万里长城 这个万里长城不打引号 它真的是万里长城 为什么呢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这个项目规划的是3000英里长的高墙 3000英里是多少公里 再乘以二 差不多就是一万里 中文常说的一万里 这个项目是非常惊人的 那么根据各方面的材料来看 在过去两三年当中 在广西边境已经修成了500多公里 在云南也修了个四五百左右 所以1000多公里已经修出去了 那总共的长度是 悲化是3000英里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项目 很有意思的就是国际媒体直到现在 才发现习近平和川普还真是有点像 但是川普没有习近平的体制优势 为什么 他这要修墙 国会不给他钱 打得死去活来 到最后也没建起来多长的墙 在墨西哥边境 结果灰溜溜的下台了 但是习敲不声的 已经开始了这个项目 而且进展神速 也许到他第三个任期结束的时候 这个真正的万里长城 比当年秦始皇的项目 还要正硕古今 这样一个项目可能就要完成了 那么从这里来讲 习那真的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唯一能跟他比美的可能就是秦始皇 那么川普比起他来 那都差出好大一截了 这一点咱们不得不承认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我们看一下华吉日报 刊登这篇文章 介绍了关于这栋墙 他到底是要做什么 当然现在修这个墙 官方的名义是为了防疫 疫情很严重 尤其是在边境贸易比较发达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搞玉石的 玉石之城叫锐利 时不常的就发现 从越南 从缅甸那边过来的这些老乡们 要么是中国人跑回来的 要么就是那边的人过来买东西的 很多人被确诊了新冠 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即使是从防冠者 防新冠者一个事情出发 单地政府也已经把它当成了一个 天字第一号的任务 发了很严厉的这个命令 要全力以赴 不知不扣的 守卫好祖国的南大门 要把这个病情啊 疫情给他防住 所以怎么办 那就建墙吧 建墙给他堵上 这个墙啊 我大概看了一下报道 12个英尺高 12英尺啊 大概差一点不到三米 所以一个人啊 想轻易的爬过这个墙 那还是不容易的 那上面还有铁丝网 还有各种各样的感应器 一不留神啊 给你垫一下 或者是感应器一响 周边的联防的群众 公安武警可能都来了啊 这个方法 从某种程度上 就是为了彻底阻断 中国和缅甸啊 越南这些地方 那些非法或者灰色区域入境的这种通道 给他彻底毒死 这个是啊 最近提的比较多的 听起来也非常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 但是这个防疫啊 它真的是个双刃剑 像这个锐利这种地方 本来就是以玉石贸易为名 自从 COVID-19这个pandemic起来以后 再加上现在这个建墙的措施 很多人来往不方便了 很多的玉石商人都已经离开了锐利 当地的GDP 今年比去年啊 去年比前年吧 因为今年刚开始嘛 下降了8% 好多商人都离开 对当地的经济发展 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当然了 现在在疫情面前 这些经济发展之类的 尤其是广东 广东云南 这广西这些地方 都已经啊 要统统让位于防疫啊 这样一个把它当成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 这一点已经做了一个行政指令 下发下去了 地方政府 很多时候也是啊 这个上边锦一尺 他底下就要紧一丈 搞出很多奇葩的这种非常严酷的这个防疫措施来 我看华尔街日报还引用了云南省委主要领导的发言 说在这场啊抗击疫情的斗争当中 我们云南省啊 全省上下全体官兵全体军民都要以大无畏的不怕牺牲的精神 坚决保卫党中央保卫习主席啊他们这个决心是很大的 那么从记者对当地一些村民的采访来看 这个疫情啊 结束以后 这些墙当然也不会拆 所以这些墙建起来以后 他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状态 整个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样态将会产生天翻地覆的一个影响 过去的那种日子再也不会有了 为啥在云南啊广西啊这些边境线极其之常 两地的居民不光是文化语言还有各种习俗上 有很多共通和共同点的这种情况下 两地很多非官方的非正式的这种交流啊是非常密切的 你比如说很多村民到缅甸啊采个药啊买个东西回来 这个自己比如说砍一些树回来以后做扫把啊 这种小生意啊每家都在做那种啊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分界线啊 但是这个墙一直建起来这些小生意啊这些居民赖以为生的这些东西 很快将不复存在因为那个墙啊实实在在就在那而且不但有铁丝网 隔几米远隔一段距离啊上面就有摄像头 还有那个铁钉尖头冲上啊你真的爬过去你是不敢爬的啊 所以这种东西真的是一个啊不光是一个防疫的抵抗的作用 更多的是一个国际民生一个生活样态的巨大转变就在面前马上就要发生 那在很多地方啊甚至有这种人脸识别的技术都已经架设起来 那么在这种边陲的地方也把这种监控搞到了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啊 他貌似看起来目的不止限于防疫还有很多其他的战略考量 那根据其他一些外媒相关的报道我们综合一下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啊 降维墙还有一个作用啊就是防止民众外逃 还有就是防止境外宗教和敌对势力渗透中国啊 为什么这么说缅甸那个地方啊宗教也好民族的特性也好 还有他的其他一些特色也好跟中国南方边陲啊是有很多相似点的 两边的老百姓互动非常多啊 近些年也能看到一些报道啊 比如说一些基督教的传教组织啊 既然在中国你不能公开的办神学院啊 不能读神学院好多人啊就从广西从云南越境到缅甸去读啊 多久以后再回来传教这一点啊 在很多国家其实都是一个啊民不举官不举的状态 你也咋的咋的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啊 防止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已经成为啊 中共在统战在思想控制方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 一个方针 那么这一点可能也是吸取了在西北的教训 那就是新疆啊很多人啊啊在基地组织或者其他一些所谓的宗教极端组织的这个啊 运作下啊从新疆跑出去到阿富汗啊到巴基斯坦啊 参加当地的一些啊准军事或者是军事组织啊 甚至把一些枪支弹药都带回中国境内 这个东西偶尔建筑报端啊 但是啊出于维稳的考虑出于信息控制的考虑 中共在这方面透露的信息啊并不是很完整也不是很多 但是当地的村民生活在当地他们都知道有很多人啊是做这种事的 原来政府不管现在那就要严防死守 要把这条线啊跟你掐死 那除此以外像缅甸北部这些反政府军队和中国的瑞丽 丽江这些地区啊都接壤 他们那些武装组织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啊 非主流的政治组织 那些人手里很多人是有枪要么就是有钱 但是在当地他有钱有钱也好有枪也好 他也过不上美女如云大腿如鳞的这个好日子 但隔壁云南啊隔壁的这个广西 那过来以后这个吃香的喝辣的啊 又生活非常的舒适 那是他们梦想的天堂 所以那些地方的啊各种各样的民间政府的武装力量 也经常偷渡过来啊到瑞丽啊到丽江啊 买东西购物啊 甚至见女朋友这种事情也都是越来越多 那除此以外在海外很多 流亡到海外来的民运人士 那么泰国也好缅甸也好 这都是中国人啊如果在国内受到了迫害 或者说啊被有关方面盯上了 通缉你啊你通过北京上海的机场跑是跑不了的 很多人啊就通过瑞丽啊偷偷的偷渡出境 从魅公河进入泰国 这是近些年来最常用的一些政治意见人士的一个逃亡路线啊 当然了这个也越来越受到打压了 有很多人在泰国啊被泰国警方和中国警方相互合作给抓个正招 这种情况也是越来越多 那还有一个因素呢 当然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啊 缅甸最杰出的出口商品是啥 是鸦片毒品啊 那么缅甸这个地方和中国的边境这么长 很多人铤而走险啊 在暴力面前大量的从缅甸携带一些不该携带的东西进入云南进入广西 也给当地的社会治安啊啊 这个打击贩毒啊带来了一个莫大的挑战啊 这些东西都是老问题 但是啊现在习总有这个决心有这个魄力 我就建条墙啊 建一道墙把你们啊全堵住 当年川普说要建墙 其实没建多少啊 最后成了个笑柄 习这一次真的是要干成了 那当然随着中国搞的一带一路啊 以及对外的软硬实力的扩张啊 越来越大搞的规模越来越猛 在缅甸在越南这些民风比较强悍啊 历史地理情况都比较复杂的地方 也激起了一些反弹 据说在缅甸北部啊 就已经有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反共武装 叫V字旅 这个字体调挺有文化 V就是Victoria我估计 就是要赢啊 V字旅已经成立了 这个旅啊 形势低调 目前也没有看到有招兵买马的这个信息 但是他们公开反共 已经引起了北京的关注 哎 你看 这儿反共组织有武装 可能都已经搞起来了 那你在漫长的边境线 从云南也好 从广西也好 有些人从这个中国国内过去 投靠那边啊 甚至在缅北的国改 克钦等地方 好多地方武装啊 都有兵工厂啊 有一个完整的啊 规模庞大的交易数量惊人的地下武器交易网 这些都对中国的边境地区啊 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这是为什么啊 最后习和党中央啊下了这个决心啊 这个 长痛不如短痛啊 咬咬牙把这条墙啊给他建起来 那么这就是华德日报刊登的文章啊 我们也为他啊 点赞啊 能搞到这样一条消息 不容易做得非常扎实 好几位记者联合做的 下面一篇啊 是金融时报今天刊登的啊 很奇怪也很有意思 就是这一条新闻啊 在金融时报今天最受欢迎的文章排名里面是第一啊 你看全世界这么多喜欢金融时报文章的 哎 关于中国这条消息 排名第一那是啥呢 他的核心思想就是说 今天中国采取这些防疫措施 采取了一个闭关锁国的这样一个态度啊 即使是新冠疫情过去之后 很可能也不会取消 甚至是减弱 反而会越来越延 因为什么 疫情这一次啊 可以说是赛翁失马焉之祸福 一方面确实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 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也给了共产党一个天灾难逢的一个机会 那就是啊 原来不敢搞的 不好意思搞的 现在可以大张旗鼓搞 那是什么 那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管控型社会 不是一般的管控 是要严防死守 那这一次啊 比如说针对这个tracking 就是针对相关民党人士 这个监测的系统 那已经做到了基本上无死角 而且规模这么之大 在世界历史上那都是空前的 这套东西疫情之后会放弃吗 不会啊 他只会用来满足其他的一些目的 比如说维稳 比如说防止境外势力的渗透 比如说打击一些各方面的异议人士 甚至用来反腐这些事情那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这一次啊 春节啊中国政府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啊 也动用了很多强有力的一些措施啊 就是阻止老百姓在外地打工的一些人回家过年啊 这个金融时报里面采访了很多普通的务工人员啊 比如从上海回东北哎呀回不去 因为当地很多国企啊特别是国企啊 他不允许你的员工离开上海啊 因为私企他管不着的国企你那个哪敢离开啊 上头说啥就是啥你敢离开那你在这个企业就没有继续发展啊 放大的这种可能所以很多人啊还是听了 所以你看这个疫情的严重程度 以及这个管控的严重程度 尤其是后者已经逐渐的要改变中国人 原来看起来不可改变的一些习惯 比如说回家过年 那是每个中国人像宗教一般的这种信仰 现在也不得不要潜移默化的要逐渐的放弃 或者是给他变调给他调和 那这种对社会对人民日常生活的这种控制 那不止体现在我刚才说的在边境建墙 那是为了防止中国和外国的交流 你看这一次春节期间尽全力限制跨省之间的交流 限制回家过年 这就是在国内这个小范围小环境小气候里面 也要把这种控制做到极致 与此同时 金融时报画了几个图很有意思 我给大家贴出来 那是什么 他们也在尽全力 不让中国的老百姓出国 你看这近几年来 从2007到2021年 每年新发的护照 以及更新的 更新的护照 总数量 2007年是600万 2017年的时候 10年以后 成了2700万 2018年3000万 2019年3400万 那就是中国人的出国的需求 当时是达到了顶峰 但是2021年 一下降到了谷底 只有一百万 那就是很多情况下 政府是主动的 不再给你搞护照 那对于公务员 特别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 不但不给你发新的 老大你也得交上去 都要组织不管着 你想出国 那是难上加难 把中国人和海外的这种互动 从最大程度上 给它降低到低点 那当然 现在因为回中国 在很多地方 要经历长达 三个星期的这种隔离 所以很多人不得不 回去的时候 他才回去 否则的话 轻易不回去 这实际上也起到了一个 阻挡 阻碍 中国和外部交流的 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 金融时报对这些原因 做了一些非常全面的分析 我们以前的节目也提到过 那就是 为什么这么害怕 就是因为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 中国的医疗条件 医疗资源 分配极其不均 比如说 中国的农村和城市比起来 那就差得远了去了 一般的城市 跟北上广比起来 那就差得更多了 在有些数字上 中国的表现并不是太差 比如说 在每 十万人 所拥有的医生数量方面 并不是很低 甚至比很多国家 还要高 但是 在每十万人拥有的 重症监护室 重症病床的这个数量上 那就差出太多了 你看这张图 大家看这张图 中国仅仅比墨西哥好一点 十万人里边有的 重症病床数 排名第一的是 德国 你看德国 大概有将近35 美国也就25 英国十个 意大利 澳洲 印度也差不多 你看中国连印度都赶不上 日本也赶不上 只比墨西哥少为好一点 那这就是 一旦 这个疫情像在欧美似的爆发开来以后 中国的医疗体系 它是顶不住的 这是为什么 他们心里 大心让你感到紧张 绝对不能放开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还有一个事情 那就是国产的疫苗 确实无效 但是这个事情 也已经被彻底的政治化了 国产疫苗 效率低 这个事情 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话题 在中国你不能聊 你也不能搞 不但中国 这两天我看甚至在香港 有个叫何君尧的孙子 那是一个极其无耻的一个 左派议员 是北京的干孙子 这小子 他竟然跳出来说个什么话 说在香港 如果你敢提将来的策略 是要与病毒并存 这违反国安法 他那意思就是说 在香港是敢聊和病毒共存 不清零这样一个政策 那我用这个国安法就来收拾你 你看香港都这样了 那何况国内 那最当然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这个疫苗 Moderna这种疫苗 中国自己目前还没有生产出来 这就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了 那就是 虽然 Moderna这些疫苗已经和中国的复兴 郭广昌那他们都已经有了合作 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批量的 到中国去大量销售的这种许可 所以问题在这 你看他自己的疫苗不顶用 他又不想让国外的疫苗长驱直入 占领中国市场 甚至他也没有允许自己的企业 民企 你像郭广昌这样的复兴 和国外企业联合研发的疫苗 也没有让他们给予过多的优惠条件 让他们赶紧让老百姓能打上 反而就是坚决要打那些国产的疫苗 事实证明比较差 比较差 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数据 大概两三个三个月以后 效率就降到了不到10% 你说这个疫苗你说你打他这种东西 归根结底就是个生意 这里面这个疫苗 中国的疫苗公司可是赚了大钱了 那么将来中国是会让谁搞呢 他们希望是中国自己的公司 研发出来跟美国的Pfizer Moderna一样厉害的疫苗 然后让中国的军事科学医学院 这家机构去搞 那样就能把技术 把核心的机密 掌握在中国的军方 这个思路你说对不对呢 那也对 哪个政府不想让核心机密掌握在自己人手里 问题就是 你也得照顾大面 中国有这么多人 这个疫情给整个政治经济 社会生活造成了如此大的影响 你就咬紧牙关 非得等自己的疫苗出来 才大规模的搞 这可以说要耽误很多事 最直接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当然你看这个郭广昌的这个复兴国际 也进口了一亿支这个Moderna疫苗 我们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媒体上 没有人敢提 没有人讨论 说这一亿支进口疫苗给谁打了都 没人提 没人聊 谁也不敢问 谁也不敢说 基本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看到今天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的两篇文章都强调了 就算疫情结束 中国和外部事件回不到以前了 当年这个在纽约的五大道上 在伦敦的黄金区域 在巴黎的纤细人这大街上 中国富豪 这个东北化刺起皮肤 买房子买收视频 买香奈儿 买买买买买光 那种镜头再也不会有了 不光是因为没这么多钱了 更关键的是 你以后出国没有这么容易了 这种监控 这种控制性社会 共产党和习近平 要把它发展到极致 但是当说把它发展到极致的时候 我们又感觉到 这个发展的不平衡 实在是体现到了一个极点 为什么这么说 最近还流行那个新闻 对吧 这个事我聊起来特别的小心谨慎 因为我昨天实际上我就说了这个话题 很多观众在后台 点着说你要聊这个话题 那就是江苏丰县 那八个孩子的母亲 你说该找到人的时候 这么棒的监控手段 这么好的设施 这么强的大数据 通通顶不上了 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这位女士 她的家世 她哪来的 真名叫什么 有没有父母兄弟姊妹 怎么回事 没查着 当然了 现在又在查所谓的DNA 因为不是说南京还是哪 南方一个城市 人家那个女孩和这位非常像 那DNA一对比 我估计再过两三天 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如果不出来 那更是个大新闻 不出来就说明她不敢出来 如果出来反而好了 这个问题就在这了 不光是这一位女士 还有前几天 那个在流调当中 最悲惨 命运 最引人落泪的 那位山东 郊东来的那个农民 你看她儿子丢了 丢了以后这么多年 一家人 唯一的念想 就是找着自己的儿子 但你说山东荣城那个地方 也不落后 荣城是山东 郊东地区 很发达的地区 这么一个大小伙子没了 你的监控呢 你的大数据呢 你的DNA呢 怎么就拖来拖去 到最后 又成了一个不了了之的 一个状态 这给人感觉 这些大数据 好像只用在了 政府来控制老百姓上 至于他怎么样能够服务 老百姓 怎么样能够让那些弱势群体 尤其是在一些紧急状态下 比如说家人找不着了 这种情况下 能够应急用来搞这个 好像我们没有看到这种规划 更没有看到过多的这种案例 那从这个角度讲 花这么多钱搞这些事情 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你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您对花旧预报和金融时报 最新刊登了两篇文章 他们认为就算是疫情过去了 中国的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监控手段 这种建设一个管控型社会的努力 不会放松 中国人和海外的交流会越来越难 而不是越来越容易 您对这个观点持什么态度 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 我们也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 世界的中国点赞 给我们的节目打赏 我们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